金普聰今天首都以國安會秘書長身份到立法院備詢 民進黨立委火力全開 質疑他巡視情勢機關是擴權出巡 金普聰回應 國安局隸屬國安會他是一慣例 在國安局長的陪同下去聽取業務報告 並沒有擴權問題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23號的炮聲不斷 國安會秘書長金普聰 今年3月接掌職務後 首次到立院備詢 一現身金普聰馬上被媒體包圍 詢問他關於王金平上述案 以及身體狀況等事情 他一概以謝謝關心等於帶過 質詢一開始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直接批評 金普聰是地下院長 太上皇 除了追問張顯耀案外 也質疑他巡視情勢機關是擴權出巡 金普聰予以否認 既然是自行機關 幕僚機關 你可以去巡視海營屬調集 這是徹底違憲 我是在... 選國安局局長蔡局長 主動要求之下 而且你視察的時候 如果主動探問機密情報 國民黨立委則是頻頻幫他緩霞 甚至找法條替他解套 主管機關為了解情報機關 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工作的督法 此外國安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大陸與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已完成13回合談判 對台灣產業構成嚴重威脅 政府希望兩岸協商監督條例 早日完成審議 即時通過確保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而在食品安全問題上 金普聰表示 國安單位就是把相關情資送給食安辦公室 再後請部分提供相關資訊 在尚未造成社會問題前先行解決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 台北報導